廣州的尊氏到達沙泰勒,這位常教官階的現役軍官,一來到就去首席保長的公館, 和首席保長鱷魚頭密針了一會,決定由首席保長出頭, 折射好幾張請帖,請幾位失業軍官代表在有利飯店吃飯, 一面就吩咐將請帖非快送出去,一面就叫飯店老闆準備飯菜。 無形長和那些代表正在計劃如何行動的步驟,突然收到請帖, 而且請帖上還寫著各人的名字,他們不覺大吃一驚, 再看下去,原來是此地的首席保長盡地主盛請食飯, 無形長想了一會,他們就說,我們的行動上頭老早就知道, 可能是這裏的地頭從密布上頭,上頭就授意給他來傳達意見都說不定, 好,來者不拒,我們去,去到那時才隨機應變問, 無形長的判斷沒錯,無形長的判斷沒錯,無形長的, 首席保長、鱷魚頭和廣州專士三個人一起, 加林有利飯店,入到無形長參謀本部玫瑰廳, 各人互相客氣一班交換名片,亂了一會兒, 裏面地方譴責,首席保長請大家出來, 圍著坐在鋪著白桌布的圓桌上,大家客套應酬,先後入席, 首席保長說,難得朱衛光臨,又巧洪副司令和趙科長又來到韓社, 相請不如偶遇,王志偉不要嫌棄菜探酒冷,給面小弟,來來來,大家乾杯,乾杯,乾杯, 當蝦頭好緊張地站在飾堡桌旁邊,拿人命來當堵住的時候, 這群失業軍人,亦在杯酒當中堵住他們的命運, 那個丹芙秘密使命的趙科長,走過素巡以後,就鄭仲發言, 各位,各位,這次上頭叫兄弟來親自走一趟,就是想向各位傳達的意思, 廣州和香港一衣帶水,是國際觀瞻所係,武裝軍人出入走私, 就有選國家面子,所以上頭禁令就是為了面子問題, 並非有意絕各位的生路,請各位千萬不要誤會, 現在時局動亂,內憂外患,較上見逼,希望各位要體念時局艱難, 千萬不要輕舉妄動,不要受奸人利用, 只要各位肯放棄成劍,好辦好辦,上頭一切都可以商量, 無形長聽到他這番外交辭令之後,就說,趙科長,請你轉達上頭, 我們毫無所謂成見,我們的道理一字淺,一句話就說完,我們要吃飯, 如果誰連我們找飯吃的米爐都斷了,那就很難怪我們, 這幾句話,遠中大硬,趙科長就知道來者不善, 這班人果然是準備行動, 噩耳頭插嘴,各位環境我們知道的,生活艱難, 今天誰不一樣,主席廳長都是公務員,他們的薪水都趕不上麥加菲, 不過生活一件事,法律一件事,走私到底是犯法的,各位明知,這些道理很清楚, 是嗎?鱷魚頭說話還沒說完,下面已經二輪紛紛吵到整個虛, 鱷魚頭見到沒有人聽自己那一套,說下去也沒有人,就快點收聲不說, 首席保障就說,各位不必過來,趙科長帶了好消息來, 我們現在請趙科長繼續說下去,趙科長見到勢頭不對,就趁風洗利, 上頭要兄弟傳達給各位聽的就是這樣的事,這個原則已經決定了, 明天就會見報紙,詳細情況,各位明天看報紙就知道, 各位的生命線依然保持不斷,不但不斷,而且還開了世界各國都未有的先例, 特別指定一架車卡,來專給各位走私之用,國家就不收各位的車票, 也不收各位的稅,各位可以天天坐著這列火車的走私專卡, 將貨物自由運輸,這樣生活比以前更有保障, 無形狀就打斷他的說話文,在廣九火車上指定一卡,走私專車給我們坐, 您在這裏這麼小,各位不要誤會,不是廣九火車,是越看路, 大家聽完你看我,我看你,有這麼大的吉那錘街條? 大家又不相信會有這麼滑稽的事,知道這個上教科長, 又說得實古實了,還說明天就見報紙,又好像不是假的這樣, 無形狀和大家交換了意見,就想了一個折衷辦法, 既然政府考慮新的措施,我們回去再考慮我們求新的辦法, 多謝趙科長,熊副司令和首席部長, 趙科長就說,好辦,好辦,以後大家杯酒言歡的機會多, 廣州再見,各位,你們要回去,熊副司令的警察也順路回廣州, 坐得下二三百人,熊副司令,可不可以順答? 鱷魚頭再連累幾個,歡迎之子,歡迎之子! 失業軍人準備將他們的生命和他們的對手賭下, 結果還未攤牌就贏了,上頭對他們作了暫時的讓步, 將一次可能發生的動亂平復下去。 這個趙科長暗暗慶幸自己的使命成功, 他最後好像舉起酒杯,祝賀無形獎和他的同僚,一路順風。 蝦頭的賭注就沒有這麼幸運, 他的勝利紀錄最高達到一百九十萬,差十萬元就夠了, 之後一年多就輸了,他越倒越深荒,當鱷魚頭他們舉杯護足順風的時候, 下球閉上雙眼,將最後那三十萬放在大那裡,開一三四八點小, 下球好像被一條棍兜頭撥下來一樣, 江堂成身打冷陣直飆冷汗,面上一片死灰色,整個傻傻滑木地站在那裡,幾分鐘都不會動。 突然後面有人打他一掌,另一看,那個催命鬼雷功德, 凶神惡殺地站在後面,他連推大推就將蝦球推出賭場, 外面迎面吹來的冷風,將蝦球整個吹醒了。 剛才吃飯飲過一杯黃酒已經變了冷汗, 他想起在沙河跳車逃走的往事,三十六鳥走為上鳥,不走就死路一條, 走到門口,他就突然回來了,盆子醒了, 雷功德也不是善男信女,他一看不對路就拔劍出來,在後面撲過來, 幸好門口人多阻了一下,不是蝦球背脊就穿了, 蝦球一隻出街,一來他人生疏,又不懂老,二來又心驚膽跳, 所以好像一匹癲馬,不分東南西北,亂撞,一撞就撞了一隻大隻佬, 只要把這個大隻佬撞到地上,那個大隻佬一手捉著蝦球, 真是蝦球的老友,蟹王七,蟹王七, 蟹王七剛剛在酒樓出來找鱷魚頭,被人一撞,整個慣的, 他一手就撐著對方,想說輕思問罪, 蝦球,原來是你,七哥,救命啊,救命啊, 何必有人追,要殺我,在拿刀追來了, 要殺人,當街殺人,鑑沙膽,讓我看看誰這麼駕駛, 說話未講完,雷公德已經追到了, 蟹王七,可可是牛精, 他問都不問又飛,一腳中雷公德那把劍踢飛了, 兩個人又在街上拳來腳往打下來,雷公德這個煙鏟, 打蝦球呢,就夠了惡夜, 做到蟹王七這些神高神大打交當食生菜的打仔, 誰是手腳的,都不夠幾下手勢, 就被人打到面青眼,總鼻歌出血, 好了,這人打人,打走就走不掉, 只好低頭彎腰,當街認衰仔, 他把蝦球賭命的事告訴蟹王七, 蟹王七就說, 借債還錢而已,想用人命來填, 不是,不是,不是,他說他走我血本無歸, 我才追他, 借你多少錢?二百萬, 二百萬而已,怎麼這麼緊張, 跟我來, 他把雷公德帶回去, 順便想把蝦球的事報告鱷魚頭, 一進到有利飯店, 看見主人和客人正在握手告別, 他就站在那邊等待報告的機會了, 毛營長剛剛率領了一個同僚離開座位, 走到門口,蝦球一眼就看見, 這個不是, 官長,你還認不認得我? 那時候雷公德趕過來了, 一手就抓住蝦球, 你這臭小子還想跑去哪裏? 跟著他一巴掌升過來, 這一巴掌就激怒了毛營長, 毛營長抓住雷公德, 一鎚就照著下巴繞過去, 這一鎚厲害了, 整個人像搭生魚般飆出幾像院, 躲在櫃桌旁邊, 首席保障就快點走過來扶起雷公德, 喂,阿德, 你幹嘛得罪這位官長, 還不快走開? 那時候惡魚頭也來到蝦球身邊, 蝦球, 你怎麼在這裏? 什麼時候出來的? 為什麼你不寫信給我? 一連串的問碼, 蝦球都不知道怎麼回答好, 雷公德對他首席保障說, 你就是這臭小子, 他領著我幾百萬安家費拿去賭, 賭輸了就逃避兵役的犯法, 我去抓他, 撞著這個家伙, 他在街上攔著我, 還打得我幾歲了, 是, 黃先生想頂著頭, 蝦球搶著說, 大家聽我說, 我借他二百萬, 他抽了六十萬手續費, 還要我在安家費的領條打手指毛, 誰知手指毛打到領條, 有幾千萬幾百萬, 我實收到一百四十萬, 照數還我一百四十萬, 他不肯, 肯肯要我賭, 一擋就輸了, 大家來評一下你, 借他一百四十萬, 馬上還, 要還二百萬, 有沒有這樣的道理? 蝦球的控訴, 那些失業軍官最同情, 那個屯褲也認得蝦球, 他走到雷公德面前, 指著他額頭, 你這個壞東西, 這些收買人命的傢伙, 碰拉槍斃就沒有錯了, 鱷兒頭對首席保長說, 你這個小孩以前是我公管的年輕, 我現在帶他回去, 好吧, 這把安家費我賭出來, 是呀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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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蝦王七走過來, 很親熱地拉著蝦球的手, 蝦球絕處逢生, 真是百感交集, 一下子碰見這麼多熟人, 真是好像發了一場夢似, 蝦王七小小聲問他, 你什麼時候放出來的, 黃狗仔沒有告訴你我們的通訊地址嗎? 沒有呀, 黃狗仔他想要我做他一輩子馬仔, 我坐滿三個月監就放出來了, 蝦王七就說, 哎呀, 那你就辛苦了, 回到廣州好好地休息一休息, 停一會兒, 他小小聲在蝦球耳邊說, 阿體都在廣州, 我很久沒見過他了, 蝦球聽到阿體都在廣州, 心當堂疾了一下, 惡魚頭對毛營長說, 大家如果給面子, 我把警察開到碼頭旁邊, 八千元一個人的電船費就可以省了, 哈哈, 毛營長慈而不決, 他的同僚就說, 好吧, 我們大家不如坐個警察回去, 蝦王七, 哈球兩人手拉手, 跟在惡魚頭的後面, 離開有利飯店, 向著碼頭走過去, 焰市診早已在山板上迎候他們, 鱷魚頭在山板上問蝦球, 你媽媽好嗎? 蝦球很難過地回答, 好, 她想到紅少奶, 她就問, 紅太太好嗎? 鱷魚頭被她這樣問呢? 也問得很難過, 停了一會兒, 勉勉強地說, 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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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鱷魚頭, 一到鱷魚頭的座架警察, 她就叫上來, 啊, 這隻艦我坐過, 我坐過, 她將我好像監犯一樣, 在大鵬灣運到廣州來, 我發揮地認得她, 鱷魚頭聽見蝦球說, 坐過這隻警察, 她就問, 咦, 黑頭, 你什麼時候坐過的? 上星期在大鵬灣出發, 一接就是坐到廣州的, 噢, 是那位三不怕男長帶你們來的, 沒錯, 就是她,就是她, 她強行把我當壯丁捉來的, 她捉那幫壯丁, 全部走星光了, 我都在沙河半路走掉的, 跟我一起走, 還有我小兄弟, 牛仔, 他比我小三歲, 我將他送去方村姑兒院, 鱷魚頭聽見蝦球, 你真是夠義氣, 你自己都泥菩薩過崗, 自身難保, 還有心去照顧自己的兄弟, 好爹, 好爹, 鱷魚頭就說, 噢, 這個小兄弟如果靠得住, 你就叫他出來, 跟我做勤務兵, 說完他就上司陀室, 叫大副將警察開到沙溪碼頭, 去接那幫失業的軍官代表, 尊士召科長, 坐他的快艇開走, 有少數軍官迷戀賭場, 叫艇在沙溪過夜, 大多數軍官都落了鱷魚頭的警察, 在夜色朦朧中趕回廣州, 警察被開來的人慢得多, 鱷魚頭吩咐大副, 盡量放慢速度, 一路讓大家上下雨, 蟹王七和蝦球兩個人, 就在南邊聊天, 蝦球問, 七哥, 你現在做什麼? 我啊, 我現在當中隊長, 照樣是洪先生的部下, 你不知道嗎? 洪先生現在做了副司令兼艦長, 整個猛人的, 蝦球看見蟹王七那副得意洋洋的樣子, 就問他, 七哥你有多少部下? 明冊上有一百三十幾個, 其實留在對捕只有十幾個, 那其他人去了哪裡? 哦, 他們分散了各地, 保護賭館、煙館, 啊, 求真, 忍不住市會出來, 哦, 我們洪先生帶領這個, 大概可以叫做翻灘師團, 蟹王七亦笑起來, 啊, 隨便啦, 你叫做色寶師團都行啊, 蝦球問, 那你的部隊跟哪些人打仗啊? 都沒有打過, 上頭發了一些子彈, 叫我們準備打游擊隊, 啊, 那你有沒有打到啊? 沒有, 游擊隊沒有穿軍服, 頭上有沒有鑽著字, 他怎麼去找他們? 哎, 算了, 我不去找他們了, 我燒香拜佛, 他們不要找我, 蝦球說是啊, 我在保安院鄉下, 親眼看見過游擊隊打仗, 很厲害啊, 槍都沒有響聲, 五分鐘內將警察鎖全部繳鞋, 七哥, 你千萬不要犯他們啊, 當然啦, 我們保護自己的燕館賭館, 各人自蘇門前雪, 不理他人, 雅上雙, 哪個犯他們的? 蝦球突然想起, 沙溪那些賭館、燕館的武裝保鑣, 和人命經紀雷公德那群人, 一乎陰森, 恐固景象, 還如在眼前, 現在聽到蟹王七講, 他就是保護這些地方, 他佈下的爪牙就像雷公德那類科式, 他心裏非常不高興, 沒有興趣再說下去了, 蟹王七和蝦球兩個人, 看著南邊的滔滔江水, 個人有個人的心事, 蟹王七呢, 他就想, 自從在香港爆倉那晚, 對蝦球發過誓不找阿堤之後, 他的確是遵守這個誓言, 但是, 現在他切身處地和他這個小兄弟蝦球想想, 蝦球這次回到廣州, 看見阿堤, 還逐不逐往日的緣份呢? 逐下去是否有福呢? 女的比男的大成四五歲, 登對不登對呢? 更緊要的就是, 蝦球現在成家立業, 合不合時後呢? 今天有什麼業可以立呢? 卻十六歲, 成家也太早了。 蟹王七, 是真心替蝦球著想, 蝦球呢? 他對那種談花一現的感情, 已經沽為了, 並不是因為他還記憶著白宮酒店那一幕, 而是因為現在有更多東西填滿著他的心胸, 自從他認識牛仔, 並且和他一起經歷了一段艱難的生活之後, 他的心胸開闊得多了, 他的感情慢慢慢慢移植在牛仔身上, 他為了和牛仔分手, 曾經流過眼淚, 就像他曾經為阿堤的拋棄他而流過眼淚一樣, 這些眼淚都是真摯的, 但是後者的情境早已淡忘, 而和牛仔分別的情境, 一陣子比一陣子更生氣, 他對牛仔的愛, 跟著時間過去, 成為正比例, 時間越長, 他想念牛仔的情意也越長, 他便想到, 鱷魚頭肯收牛仔做勤務兵, 究竟是好還是不好呢? 如果說, 從此牛仔有飯吃, 這對牛仔並不是一個好消息, 因為吃飯這件事情, 這對牛仔簡直不成其為問題, 他從來都不用為吃飯擔心, 他又想到自己, 他不知道鱷魚頭會如何安置他, 以前, 他跟鱷魚頭爆倉賣命, 現在鱷魚頭升官發達, 俗語說, 水漲船高, 現在水是漲, 他能夠跟著高起來嗎? 眼前的蟹王七就高升到中隊長, 如果鱷魚頭有高升到一個什麼小隊長, 派他跟著中隊長的尾, 去看管賭館、煙館, 去幫雷公德那女人的忙, 跟他們點事,